Hello, 大家好, 歡迎各位頭條開Live的朋友 來到星期四一點半這個時段, 又有我Eric Wong和我好拍檔 大勝資本投資經理CREATE, 和大家主持這個大勝港股的節目 CREATE, 怎樣? 我是香港客老闆 是的, 那個市場升升降降, 繼續都是悶悶的 市況在7月27日見到近期的低位, 24749點 反彈上來, 反彈2000點都未夠, 已經沒什麼力了 那你怎樣看打後的市況? 我覺得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說區間就越拉越低了 如果你看保力交通道, 其實現在也說是25000左右 去到28000中間而已, 但是你說有沒有能力推向上呢 真的要看這期業績了, 那你說看業績 最重要要看什麼呢? 看一些科技股, 說回他們投資前景 又或者一些無理盈利情況, 巴巴出來了 阿里巴巴9988, 那9988 講了業績, 其實你說不算大驚喜, 中規中矩 你看到業績之後, 其實都沒有什麼反彈的 那大家都是看著, 那到底監管怎樣啊? 這些情況去做事 所以說不要記太大的厚望, 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真的可能買著比較長線的心態去等一等會好些 嗯, 我想現在的情況, 都是大家會比較擔心那個 反壟斷, 或者是那些監管的那個力度 或者去到已經是去到不同的行業 那其實根本上每隻隻手都是在沽中資股的 就是買我相信可能設定的價格都會比較保守比較低的 那變了我自己覺得, 可能因為這樣 舊經濟升到差不多了, 新經濟又幫不了手 所以變成一個指數就沒有什麼起色了 來到這些位置就 那Crea, 你也有看騰訊的嘛 是啊 那最近就什麼啊, 講那個精神鴉片 那個詢問出來, 真是很大震盪 是啊, 精神鴉片那個批評 那其實呢, 你看到騰訊呢, 他的反應就很快的 立刻就已經 就是自己主動為自己旗下那個 王子榮耀這個遊戲 他自己去做一些功夫的了 包括就是說 禁止一些未成年的玩家 每晚10點到第二天 8點就打遊戲 那也是只可以玩一個小時 那還未滿12歲的那些玩家 就不給他們課金了 那另外呢, 那些12歲或者以上的未成年玩家 每次和每月課金那個 也是設了一個上限 那其實大家就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說, 騰訊都帶頭做這些事情了 那其實對於一些手遊啊 或者是這些遊戲類的公司來講 他們那個營收或者盈利那個影響 其實實際上是大不大的呢? 是的, 騰訊700 那其實你說影響大不大呢? 先看看騰訊先 再看其他遊戲公司 騰訊其實現在有三成多的收入 都是來自遊戲的 那我們會叫這些做bread and butter 就是開飯錢來的 那你說影響大不大?一定大的 但是你留意一下騰訊旗下那個遊戲呢 我會界定為這個中度中毒 就不是深度中毒 怎樣去分呢? 那你可能說用多少時間 花多少錢 那其實坊間呢, 現在大家知道騰訊最紅的遊戲 王者榮耀 那或者有另一隻食雞 那這些不是課重金的東西來的 那可能頂到你買幾千幾百的東西 其實不是很多錢來的 那但是反而你說坊間有些遊戲呢 其實這樣可能說 30萬下去都有的 那騰訊就不是這些的 那可能針對呢 就會針對是那些多些 那但是anyway 那現在 黃者榮耀被人搬出來說 說唐獨青少年 霸佔時間很多 那這個是不容否定的事實來的 那但是說 是不是遊戲往後就完全消失呢? 又不是的 收入會受影響 那但是 好了, 影響之下 那我會不會開回其他的路呢? 都有 那其實騰訊下面還有廣告 Fintech 以及其他新類型的投資 那裡是影響沒有那麼深的 所以你是否很擔心這件事呢? 我覺得提價了 看看你去到什麼位 那接下來的那期業績呢 大家都會看 那些遊戲 他講出來告訴你 影響收入多少 那然後我重新計算過 新的股值是多少 那現階段是不是出手呢? 真的可能要留意 反而其他遊戲股 如果真的是遊戲為主的 那就是心動這些 那其實 尤其是大陸很多的遊戲代理商 那個影響就真的非常之大了 再之 另一邊你也看到 其實大陸也鼓勵你做運動 其實都很明顯 所以我是不希望鼓勵手遊這個項目的 就是 強身健體的那個打機 那 那 既然你帶到那個話題 是說全民健身的那個計劃 那其實 看到昨天呢 那些體育用品股即刻就高開了 但是呢 普遍都不能夠高收的 那會不會是因為已經累積升幅太大 估值太貴呢? 那這類股票你又怎麼看呢? 今天來說呢 其實 升的體育用品股有的 不過也都不是零頭那兩隻來的 是已經是說的 即不是李寧和安答來的 今天體育用品股做得好 那三隻呢 就是韜博 這個361度和這個特報的 嗯 那 你怎麼看呢? 是啊 就說了 2331 2331 李寧先 我個人最喜歡這隻的 那其實也說可能 大半年前 應該是年頭 然後大家也說過 這隻好股票來的 你可以拿著 那時候可能四十多元左右 沒有記錯 是的 回去了 中間有新疆棉事件 那現在有這個叫做國潮 和體育文化 那整件事呢 我覺得新疆棉也好 中央出來支持這個健身 全民健身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運動文化的提升 那這件事必然會發生的 因為你的環境開始變得富裕 然後人們有錢 那你在香港也看到的 慢慢的運動就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那這個推行得越多的時候 喂 我要買一件漂亮的衣服去 可能香港去飄 去Binnaversa 這些地方做運動 給人看 喂 我是健康的 我是做運動的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我買什麼衣服先 Nike Adidas 一定是 香港也是 依然是型的 還有Lululemon 甚至以前Under Armour 這些型的東西來的嘛 那你這幾年呢 明顯是開始做到一個型格出來的 你見到如果從大概一一年左右 TBG 大概TBG 然後都設計上面重新做過的 所有這些品牌都是的了 講到設計而已 設計團隊做得好 抓到年輕人的反應 然後現在的波鞋 甚至乎拿來炒 沒得騙的嘛 這些東西不承認 我怎麼可以炒 是嗎 也撞不到那麼多出來 是啊 那你拿來炒的 有人認同 有人認同 OK了 品牌價值出來 那我之前那些渠道 之前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下面的經銷商不合作 只是賣舊貨 不是新貨 這些問題慢慢都解決到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掃回來 李寧是90年代出來的 李寧真的看出王子的年代出來 嗯 三個年時間找到條路了 找到他的品牌價值在哪裡 一個民族品牌 那經常都比較 他跟安踏有什麼不同呢 安踏那個模式呢 其實真的多品牌 甚至乎到現在這一刻 Fila Fila 即是我們香港也見到Fila 已經佔最大的收入了 但是李寧不同 李寧其實是說的是 圍繞著李寧這個品牌來做事的 有李寧 李寧 之前彈王 Bill 或者有些旁邊的品牌 可能就不是李寧的名字 譬如韋德之道 譬如雄雙喜 這些 但是最主要都是李寧 所以單一品牌多品類 就是他的做法 為什麼喜歡李寧多個安踏 就會是這個原因 那再看股值 那之前的股值 其實是說20倍而已 但是 對 就是什麼股值 高位的時候四十幾 就算Lululemon 現在 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是做到差不多五十倍的 那你說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李寧現在大概四十六 四十左右 來年市盈率 那我覺得真的有空間 是可以再去的股票來的 嗯嗯嗯嗯 其實你講開這個 我也是想問你 因為 我覺得你年初跟我說的 李寧就是 四十幾元 那樣的 其實當時已經是升了有一倍的了 就是由上年的年中開始 那其實你是怎樣這麼有信心 你是怎樣 你看到什麼 你去選出這隻股票出來的 你跟我說 你說這隻股票還有得去 還有得去 其實那個邏輯 你的底層的邏輯是什麼呢 是啊 那你就是選擇板塊先 其實你 中國的大方向一定是教消費的了 年初那時候 疫情也是很嚴重 那你判斷的有幾樣就是 真是疫情減退 甚至乎消息的時候 你要什麼 運動一定是 不用了 你先選一個行業先 是啊 你這個行業沒錯 消費一定是 但是你香港可以選擇 大消費行業 車 體育用品等等 這些比較貼近人身的東西 體育用品 文化又來 那你說裡面有什麼選擇呢 李寧安達其實分別都說 10%多的事件 李寧是7%的事件 Nike Adidas之後 最大就是他們了 那你說 事件低是不是不好呢 不是的 其實它有很多空間可以去上升 反而反過來看 就是它還有空間向上 所以你覺得它 就是當時你覺得它還可以 是啊 就是國潮又幫了一把 這個就說了很多次 就不需要再說 那你說看增長 現在其實街股已經是20%多增長 就是每年 但是你說市佔率真的上升的話 我覺得它有30-40% 是不出奇的 所以你真的 接下來這些業績之後 我相信又有一輪的分析 是提高於評級的了 嗯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懂得玩 就是它將那個中國李寧 就是帶到那些 就是 New York 那些 就是國際的時裝 那你 你令到它可以賣得起一個高價的時候 變成它那些相對 賣得便宜下面的那些產品 其實全部的價錢都會拉上來 因為那個階段一定會拉近的 就是 是不是 就是它就是這樣玩 所以我覺得它厲害 其實Adidas都做了一些類似這樣的事情 先前譬如一對那些 就是很普通的那些 就是波鞋 可能它賣三四百元 但是自從它出了一些 Cross Over之後 它拉高了整體 那個 就是拉高了頭部那些產品的價格 那令到後面 尾部那些 那個價格都上來 所以整體那個毛利 真的建立得很快 是啊 你再看下去 那麼你其實說 李寧可以發到多遠呢 我覺得你說 它有機會好像安達一樣的 安達過去幾年 裡面真的可能是保持著油炭 帶到落尾 很英俊的 那你說李寧可不可以複製這個模式 很有機會 你說到明年年底 我相信你說八三八四都不可能的 不過當然了 耐性持有 始終看股股 風險很大嗎 沒有政策風險 大哥 不會無亂不給你 現在找一些沒有政策風險 買的 就是相對比較好的 就是買中一個sector 就是 你就算物館 你都想不到它 原來都是踩到有意的 是啊 就是你哪裏想到 那所以 所以現在買就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新能源 大消費的那些可能都是 就是 就是選擇之連 是啊 李寧是 我可以看到明年底 八三八四 真的可以買下去 安心睡覺的股票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市盈率這麼高 你仍然是看好 今天我一直在研究 李寧 因為你說今天討論這隻 但是我一定要做些功課 其實我留意到 它開始都在功能性產品做些功夫 嗯 其實先前一直在說那隻特步 它就是 賣點就是說 它的跑鞋夠輕 那些馬拉松 那些選手都會挑選出來的產品 那現在李寧呢 如果它做多些功夫在功能性的產品上 你覺得對特步的影響大不大呢 其實你現在看著 針對全民健身 其實很大程度都是針對國內的二三線城市的 一線城市其實是不像香港那樣 每個人掛著上班 工時很長 有時間已經去做運動 運動文化推廣很好的了 很多健身室已經開了 好像香港那樣 很多二十四七的健身室開了 深圳那邊很多 那你說二三線城市那些地方 可能健身根本不多 我是很簡單的生活 平日上班 早上班 回去打機 吹水一天 但是二三線城市推廣 為什麼要這麼重要呢 就是講的是李寧和特步那邊 他們的部署 開始其實他們都是部署回到二三線城市 因為Like Adidas 一線城市是花光的 很難搞的 那你說應對這裏來說 我覺得是 那你說再下去 功能性產品 現階段來說 健身的功能性產品不是很多 除非你說好像Under Armour那樣 Cutting很漂亮 那這個不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那功能性產品 那未必是接下來的 那個勝負分歧這麼大的因素 反正說超不超 認不認真是比較重要 嗯 OK 明白明白 認不認當然重要 其實現在年輕人最重要是認不認 也都是他們才會 捨得去花費的 或者叫到他們的父母 放水他們去花費 就是年紀大的 其實都不是太介意形形的 我自己覺得 那體育用品我們就差不多了 那有些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一隻股票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華潤電力 其實華潤電力的股價已經沉寂了很久 那它最近才是炒上來 其實我最近也找了一份報告 中信證券寫的 我覺得它中間寫了一句也挺適合的 就是先前因為它主要是燒煤發電 那些電廠的比例比較多 那所以你煤價上落 其實對他們那個盈利水平的波動其實影響很大 但是他們隨著他們加大了那個風電方面的比重之後 那其實他們那個盈利波動性應該在未來那幾年應該是越來越低的 那所以反而會有一個Rerating在輸 你怎樣看它中信這個這樣的評論 你覺得合不合理呢? 我覺得老實一點 就是觀眾們也好我們也好 先看看股價先 股價今年來說說不得了 真是經歷了五一一輪的大風浪之後 它還有差不多年初到現在八成升局的 最近五日升級成的 都挺誇張的 我覺得是的 那你說電力股說真的 你好人沒什麼新的東西要吹 吹的就是你對它的股值判斷是怎樣的 不會無緣無故我猜今年發電發多了 那你看它的混合真的大部分都是貨電 那其他可能還有風電 水電它都有的 那你說少一點 主要都是風的 如果是新能源來說 它應該是 如果計算新能源的部分 我想它九成多是風的 光復和水應該都是相對少的 是的 所以你看回它的股值 為什麼看法左邊 它的股值現在有零點幾倍pbook 這個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未到一倍pbook 其實一倍pbook可能就是一個傳統電力股 燒煤和火電這些股票的股值來的 但是你說新能源可以有兩倍pbook 是的 整倍增長空間的 但是你現在大家當了它是 一分能源股票的時候呢 我又發達了 是的 那就不小心 0.5倍pbook 不要貪心 當它1.5倍pbook 那你也差不多升一倍了 這個股值就是這麼簡單的而已 但環境來說呢 就在說太陽林的模組 和風電的風機設備的價錢 其實你說從2010年左右 那時候也第一輪說風電水電那些 風電太陽林那些 其實明顯呢 那個裝機的cost都低了 低到是怎樣呢 以前一定要靠補貼的 你不補貼的話 這堆東西是輸眼錢的 電價那裡不補貼 是的 但是現在你說 開始說我不補貼了 政府不補貼了 現在也是 二來你搞定的 我用不補貼你而已 是的 現在去做的話 就是變得新能源有一個 競爭力在這裏 前提也是 習大大也說 我要2030年炭排放 去到最高峰了 炭達峰 是的 以及2060年炭中和 沒錯 一個標 又是國家政策 國家政策 說明我要走這一塊 現在對股票炒硬了 8362這些 但是炒到什麼價錢 都合理而已 嗯 明白 那中信的價格 它分兩部分 嗯 它就說 它新能源的部分 它就用18倍 就是 一些風電和光復的公司 去做一個比較 而它煤電那部分 它就很保守用三倍 那你覺得 又會不會誇張了 就是 新能源用18倍 火電用3倍 它給我感覺 它的目標價 就好像硬砌出來 但是 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 看估值 都幾透明 都不用怎麼說 就是說 整個東西 我整個東西去做 零幾倍BB 我不當它去到兩倍BB 我當它去到1.5倍BB 就是這樣計算 不要那麼複雜 你說去到 二十多元左右 二十元 不是不可能的 嗯 正正就是看二十元 他看二十元八毫 另一個方法就是看市場 其實市場 現在新能源這一塊 都似是由零到一 什麼叫零到一 現在的資金 之前就沽了 一下子打下來 我沽了所有東西 那些錢重新部署了 下半年 那你說錢我進去什麼磅 開始部署這個磅 就是說 其實還有很多資金 是可以進入這個磅 所以還可以進去 你的意思 你意思 它這個磅 是由下重量 不要說過重量 去到普通的磅 已經不得了 你是這個意思 是嗎 是啊 那裡面香港其實有很多 都市有化了 之前的新能源 只剩下 是 農園916做龍頭 農園可以繼續買的 但是通常我們都是 作為基金來說 不會單肯保自尊 你一個組織 我沒可能靠只靠隻616 去救全家 通常會是大 握隻小的 薄 會出現 所以握隻8-3做腳 就是跑馬仔 打薄腳 這樣的形式 都是很合理的 所以8-3有資金 保處的邏輯就是這樣 那基金來說 會不會買一些小隻的呢 例如那些 叫做中廣核新能源,因為你看看中廣核新能源的市值是百多億而已 在報告上也有提到一隻叫協音新能源,這隻就做光復電廠 其實會不會是80多億市值,其實你們基金會不會考慮這些比較小的市值 50億會是條線,50億市值是條線,但是有時候我真的看到它有增長的 我審一小陣下去,讓它跑贏的,不是不可能 中廣核新能源,以前也去過體育的廠,但阿灣核電廠,沒記錯是它的 然後你說這隻有什麼問題,不是核電廠問題,是因為它有很多是海外資產 海外資產,那我現在可能我單純一點,我會去看中國新能源市場 那一百一一太雜了,似乎不是我們現在想要的東西 另外協鑫那裡,協鑞新聞院,媽媽不太好,所以也未必考慮 對,媽媽也未能服牌,但是她最近四五一又有消息 說會在氫那個領域那裡做一些投資 你見到股價其實隨後都有一點點表現 可能已經是因為媽媽的關係打了折扣 如果不是,我想她還會亂來 新能源和上星期寧德時代的納電池 新能源真的越來越多東西玩 那真的要讀一些化學物來,我覺得 是的,我現在也覺得要認識很多這樣的東西 是的,稍後有人問我什麼叫慢,慢有什麼用 為什麼那隻109一炒這麼厲害 是的,要惡補這些東西才行 電池,然後又是一些 metal oxide 那些 其實真的,我還是要再問人,因為我自己就不太懂這些東西 是的,協音就,是的,太陽能 但是你說,剛剛講完了,剛剛就用一些納電池,用一些氫 氫那裡呢,其實現在的發展似乎需要一些時間才追到一個鋰電池 那你說,跟連連料電池那些叫入氫,其實真的簡單來講 大氣裡面很多氫的,所以氫是一個很容易找到的東西 就不像鋰電池的鋰那麼難找,納電池同一個道理 納也是一個在地球表面很容易找到的元素 所以做納電池的成本都會比較低的 那邏輯是這樣,但是科技特展要時間 那這個就留給科學家去研究 納我想就,我想都是輔助性居多 因為超過能量的密度,我想跟你那些都應該是差一點的 是的,寧德時代,寧德時代都什麼的 都升了一陣就沒有拉,所以大家對納電池的前景 可能都沒有太大影響 可能在這一刻還沒有這麼肯定 是的,比亞迪也是,你比亞迪說完納電池以後 最大影響應該是比亞迪的,但是比亞迪反而說 這兩日月升月有,根本就不怕寧德時代,這個納電池 所以你說一二一一真的不太害怕 那大家對納電池似乎都不太好 嗯,剩下一點時間講一下軍工股 香港軍工概念只有一兩隻而已 那今天似乎升得相當不錯,就是中航科工 你有沒有研究這隻股票? 就是它好像一間holding company 是的,拿著一些A股上市公司的股權 那你怎樣看軍工概念呢?有沒有機會拋出? 老實說,如果你之前有一件事要想的 就是那個數據安全已經說 因為那些互聯網公司的數據 怕它去了採外上市都流出了 那你說在香港軍工相關的公司 可能都有這個關心的 那但是你說軍工香港人其實又不 香港的投資者又不是特別體重 股票又不多,真的比較難去給一個 帥仔的股值,就不像大陸 那就是一個戰略部署,對國策的研究 環球局勢的研究,那這些香港的基金 香港的投資者研究都不深 所以香港都沒有什麼大的吸引 A股升了很多天 香港都,即是它不是不跟的 但是跟不足,甚至乎有時候跌了 人家正在升的還跌了 是啊,那又看一看,就是看一看圖也好 看一看學條街的目標價 給到七個多,都有些大行跟的 主要是中資行 那七個多,現在這個位置可能只有 10%左右回報 我又覺得未必去跟 那香港這一塊始終太少人去看了 嗯,OK,OK,那看看還有沒有時間剩 現在還有些時間剩,澳門股你又怎麼看 昨天跌了一棵一棵,有沒有可以撩下底 昨天這個節目也說過這個部分 澳門其實現在越來越像旅遊的股份 那不是說賭收以前你都說 博客VIP,MASKARCAT 那些東西,但是關不通,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還有,880,出入業績 業績怎樣都沒有用的,沒有人來就是沒有人來的 還有,你要想清楚就是,疫情呢 你不要只要一下消失,是繼續並存 那你說戴口罩去賭錢 這個畫面可能也沒那麼快 你說限制它,就算開回來也要限制它的容量 那些貴賓會不會馬上去,我也有疑問 你沒辦法復甦,就算旅遊通販關 他也是第二、三陣子才復甦的 所以真的比較難搞 我就不建議碰這個板塊 嗯,其實我相信先前那些券商 對於澳門股來講,都有一個期待 就是覺得,喂,疫情都一整年了 這樣應該都OK啦 變了,用DCF去計,股值的時候 就計到某些目標價 但是,現在告訴你,疫情 似乎就真的還有一段時間 嗯,才搞定啦,起碼都 那所以變了,我想局局局也是要下調 一些目標價的啦,他們 是啊,那最後補一句啦 這幾個星期都講得多些車 今天有講到廣氣那邊下面 有間公司有缺芯片 那我覺得這個消息未必是太緊張的 可能短期,因為他,怎麼說啦 給不起錢啦,拿不到芯片啦 所以,就沒有芯片的啦 那但是你說去到三四季度啦 其實芯片的供應慢慢都肥肉 那所以你說,如果真的搭下來 那些車工我覺得是個機會來的 可以收拾的 下半年沒有什麼政策風險 估值不算太高 一二一一啦 長城,二三三三啦 這些可以繼續去跟的啦 嗯,那那些中國重器啊 維柴那些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有一天啦 我記得是上幾天的 那突然間一棍地升上來的 那些重工股 那這些又行不行呢 這個邏輯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又好像走回舊路那樣 中國的經濟呢 就不只靠消費又靠基建 基建上半年呢 開工開得少的 原因是因為原材料價格高啦 疫情影響啦 那疫情的因素慢慢都在舒緩 那然後你說原材料價格升 開始下又接受了這件事 因為我還不開工呢 今年就沒有了 三四季度就沒有了 只剩下幾個月開工時間而已 那一定要在今年開工 我怎麼都要值上的原材料價格 那所以你看到呢 水泥其實挺特別的 剛剛這個禮拜頭 有部分的水泥 部分地區的水泥價格呢 是拉升了上去的 那就是說連帶到 這些和工程相關的重卡 其實都有收位 股價都拉升了上去的 那你說我自己看法 其實現在這個股值算OK 但是你說我會選擇這個辦法去做短炒 因為始終 是的 股值真的有些壓力 也看到 寧願繼續看回新能源車 是啊 因為它不是消費 也不選這些 相對寧願選擇新能源車 是嗎 是啊 好啊 那我相信今天的時間 是不是應該都差不多了 嗯 是的 那我們或者 今天的節目就做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那希望大家下個星期 同樣時間再支持我們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